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短片开始之前 我想说少许 相信大家近日都是为生活而烦恼 担心恐慌 其实事隔两年 香港又再一次出现 左扑右扑 去找粮食 去买快速检查包 去找药物等等 正如两年前 大家去找口罩都是一样 多得政府的所谓的政策 我希望大家不要做一个自私的人 去疯狂 不理性 不合理地去抢购一些物资 留下一些给一些 真的有需要的人 如果你未曾中招 我祝你身百毒不侵 如果不幸你中招 我希望祝福你早日康复 准时食药 记得多喝点水或者补抗敌 乖乖地留在家里 不要出去 做生意的你 希望你们加油 撑住 做一个有良心的老板 一起度过今次的难关 我从来没想过 香港会有变成这样 不是说我年纪轻轻 是我没经历过沙士 因为当年我不在香港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 加油 可以的 又或者你有能力的话 去帮其他有需要的人 加油 我们的短片正式开始了 正如上星期的Live所说 其实3月会走一个 即是先低走的格局 其实上星期曾经一度 想攻破上面 22,980至22,780 这个重要区域 可惜其实站不到上去 最高是上过22,866 之后全速全民强鉴 又或者是推出禁足令 再加上俄乌事件 令港股再度下跌 最低下跌 星期五跌至夜期21,453 全星期的波幅达到1,413 后市我们怎样看呢 先说一下位置 下星期我放了个好弹分水 22,010至21,700 向下面21,290至20,980 再低一级下面 20,690至20,280 相反向上 22,530至22,262 再高一级就不变了 22,950至22,700 好,我们先转另一张图表 好,今天的战火区 其实上星期五 这支巴巴 其实星期五夜期 已经到了小级别 小级别的第五级 现在再向下的目标 就是这里下面 21,200 亦是大级别的第三级 所以留意着 以亮度去计算 下方是看着21,200至20,800 因为上星期直播时 那些比较两度位 其实已经到了 好,我们先转一张一图 其实后市 老实说看淡就一定是现在 因为暂时在图形上 之前都说了 由跌穿23,600至22,400 其实到现在 其实都是一个沉底的格局 其实看回大市 大市 跌下来 由去年下半年 这里开始的这条下降轨 已经进入里面 下回海洋中 其实可以看回今年1月 1月和2月 即是这一份 其实看回这个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假突破 而且亦都用一个 以双顶形态 而一个双顶形态的跌幅 如果是1比1的话 是可以去到21,300这个位置 另外 下面的通道中组 这里 是不是通道中组 暂时 就是去到20,900 20,900多 其实20,900多 其实都是 2020年3月的低位 当时的低位是20,900多 但问题就是 现在这里有没有机会 做到一个双顶 即是2020年3月底 以及今次跌下去的时候 究竟会不会做到一个双顶 其实暂时就先不要估计 因为到时再留意下 有没有一些 转向的送号 或者建底的送号 大方向一点 我们先说了 我们现在就看回4小时图 其实4小时图我们可以留意下个星期 我们要留意下方 21,400到21,200 可不可以守得住 因为这里有三组不同的Fatboard 一组 两组 三组 有三组不同的Fatboard 亦都是 亦都是 2020年 在低位 20965之后 即是出了低位之后 有三天的Open 或是Low 或是Closed 所以这里应该有少少支持力 其实预期后市 有机会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再下跌一下 再出了反弹 甚至可能星期一就一下低开 然后再冲上去 都不奇怪 都不排除有些可能性 所以可以留意下近期会不会有机会出现反弹的机会 当然反弹向上 其实比较简单 拉大一些图 如果看反弹的话 可以留意下列口位置 列口位置暂时是22,200到22,100 如果它再上多一级的话 可以用回 之前我在Telegram 播台 都常说了无数次 22,400到22,600 所以暂时可以留意下来 看看会不会出现反弹 但是记得 这个只是反弹 不是一个真性 当然 拼反弹逆势 做反弹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大家注意 自己注意的风险 因为不排除它弹 其实说它弹得多高 我们不会知道 但在图形上的确实未见一个 见底的送号出来 或者策略上 你可以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做反射 趁反弹时又再沽 即是反弹 即是这些位置沽下去 最主要的图形上 真的见不见有什么反弹的送号出来 即使位置到了 因为上星期夜期 其实是到过24,400 但是因为夜期之巴 要到明天才知道 究竟是否走完 因为夜期未走完 所以大家小心一点 我们转到拳仓 OK 看拳仓 开大一点 看拳仓 而且近期的超转仓 18,000和17,000的 不断加仓 但大家不用太担心 是否真的会落到17,000、18,000呢 暂时看 我自己觉得 做这些位置 是当作是买保险 等于你去赌场 玩21点 如果Jong拿了Ace In 其实玩家 即是散户 其实他们可以买一些保险 一样 因为其实看回他们17,000、18,000 流入的资金 其实不算很多 只有160多万 所以 只不过可以这样看 其实他做这堆仓 即是17,000、18这堆仓 17,000、18这堆仓 这里 其实看回 会不会是 担心 会不会有机会是 澳湖事件 又或者香港疫情 甚至是政府的抗疫政策 甚至是政府的抗疫政策 令到股市再急跌 所以大家自己在这里 暂时看着 只不过 暂时看着 当作是保险 不一定到的 所以我可以看回 如果以拳仓看回 如果21,000这个位置 如果跌穿的话 小心下面再落多一级204 甚至20,000点 所以大家 今次 好好管理自己的 情绪 不要让负面的 负面的情绪 令自己判断错误 好好把握今次的机会 其实之前直播 也有说过 今次是有机会做财富大转移的 所以大家自己小心一点 所以说起来 我大致上就说完了 好 我们今天转到黄金 其实黄金 上星期也说过 有下行的压力 即整个星期是这里 其实有机会下行压力 但是价位 拒绝下跌 我守着黑色这条线 的0.382 它能守着 守着0.382 之后还站到23.6 所以说过 如果能站到23.6的话 就不能看淡 向上 现在向上 都是看2月的高位 以及1983 因为1983就是 AB等于CD的1比1 如果再升穿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2000元的心理关卡位 可以这样看 但是向下 简单一点 不用想太多 都是看着这两个位 0.382 以及0.236 看着这两个位 大家炒金的 自己小心一点 不要乱这样去追购 因为只要中俄那边 一传出一些消息出来 其实市场也是有机会 出现调整 但如果你说玩 Day Trade 其实OK 过夜自己就小心一点 行不行 另外 纳指和道指 其实今天不多说了 上星期 只要用一样东西 看一样东西 只要上星期的低位 它不穿 一直都会看反弹 大致上就是这样 小弟的每月赛前部署和你谈 其实已经接受报名 暂时还有少量位置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下面的描述栏 里面有报名连结 最后再次提醒大家 市场风高浪急 不要出动水晶球去股市 好好做好自己的风险管理 和情绪管理 保本至上 留得住本金就有机会发挥 好,今天的分析就是这么多 喜欢这条影片的记得 订阅、赞好 以及在楼下留言给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